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请问有多少弟兄姐妹 是昨天晚上有来的举一下手 啊 很多都有 有多少人是昨天没有来 今天有来的 啊 也蛮多的 欢迎你们 有多少人是昨天有来 今天没有来的 大家都很清醒 今天是周末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里 我们可以选择去玩 我们可以选择去做其他的事 但是今天你们坐在这里 代表说你们是可慕神的话语 希望可以更加的认识他 所以看到大家这样子 我也很感动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进入创世纪的第二章 从微观来看创造 昨天所讲的呢 是从宏观来看创造 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 一节一直到二章的三节 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从创世纪的二章四节 一直到二十五节 来看微观的创造 这幅图画呢 是一个画家 叫做Michael Angelo 他画神造人的那一刻 大家看一看 哪一个手是属于神的 哪一个手是属于亚当的呢 比较直的那个手指 是神的手指 然后比较软的 踏下来的这个手指 是亚当的 所以这幅图画 再放大一点呢 就是这一幅图画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 是中间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图画当中 我们看到神 是一直很主动的 要跟人来接触 而人呢 是处在一个 比较被动的状况 那在支付图画当中 我们看到亚当呢 懒洋洋地坐在那里 好像对于神呢 是不理不睬 但是神的手呢 却是急着 要跟他有一个接触 所以这个是画家笔下的 创世纪的第二章 当我们进入 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这一章 跟第一章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看到有几点 很大的不一样 第一就是 当我们读创世纪一章的时候 他是提到神 那希伯来文就是Elohim 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呢 是没有用神这个名称 而是用耶和华神 耶和华是神的名字 所以在第二章 他是用耶和华神 代表说第二章呢 是一个非常personal 就是说非常个人化的 这样的一章 跟第一章比较宏观性的 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就是 第一章呢 是讲到神所创造 这整个世界 是他的圣殿 那第二章呢 那个焦点是在伊甸园 其实伊甸园 也是神的圣所 只要是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的圣所 神的点 第一章是用宏观的角度 来看神创造人类 没有提到亚当跟夏娃的名字 到了第二章呢 我们看到他是用微观的方式 来讲到创造男人跟女人 也就是亚当跟夏娃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 就是创世纪的二章 其实呢 是把创世纪一章的 第六天的创造 放大了 在第一章的时候 神在第六天 是创造人类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就是把这第六天放大 接着我们看一看这个表 就是讲到创世纪一章跟二章 所叙述的这个创造的次序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一章跟二章 所创造的这个次序 是不太一样的 昨天我们有看到 创世纪第一章 讲到前三天 第一天呢 是讲到神在黑暗当中照光 第二天呢 是神将这个水分开上跟下 上面的水是天空 下面的水变海 第三天呢 是神要这个干地 从海当中露出来 然后呢是有植物 到了第四天是光体 第五天是创造鸟跟鱼 第六天呢是动物 还有男人跟女人 但是当我们来到 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个创造 所提到的是男人 那在这里 我们再比较一下创世纪一章 是哪一天造男人呢 第六天 但是在第二章呢 造男人却是第一次 第一个提到的神的创造 接着提到的是植物跟树木 如果我们看第一章 植物跟树木是哪一天的创造呢 第三天 所以有没有看到 创世纪的第二章 这个创造的次序 不是按着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这样排下去的 它是用一个主题的方式 来描述神的创造 不是用创造的次序 除了植物跟树木之外 第三个提到的就是有河水 然后接着呢 是提到动物 最后提到的一个创造 是女人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 这样的一个编排 我们看到男人开始 女人结束 中间呢 是加着神其他的创造 而在第二章当中呢 是没有提到天空 没有提到神造天空 也没有提到神造光体 所以我们可以说 第二章的主题呢 是在地上 特别是地上的男人跟女人 所以记得 创世纪的二章 它描述的角度 跟第一章不一样 它是以主题性的描述 在地上神造人的情形 所以就是这个 是我刚才所讲的 这个次序 男人女人 变成是一个inclusio 加着中间神的一个创造 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二章呢 是有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第二章跟第一章 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刚才有提过 我们可以从宏观跟微观 这个角度来看 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关系 那这个是一种角度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是从这个 来源鉴别学来看 一章呢 是属于这个祭司的角度 那二章呢 是属于耶和华派的这个角度 那第三个方式 我们可以来看的呢 就是第一章呢 是讲到天地 第二章呢 是讲到地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第二章呢 其实是解释 神第六天的创造 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些呢 都是创世纪一章跟二章 不同的层面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神创造伊甸园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 神如何创造男人跟女人 另外就是男女有何分别 神给亚当什么样的权柄跟责任 神看什么不好 还有就是婚姻 在神创造当中 他的这个 跟神创造的关系 跟这个定位是什么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对这些问题呢 都有一个解答 昨天晚上 当我们看 创世纪一章的时候 我有讲到有三大点 就是一章呢 是建立秩序 建立功能 建立圣殿 其实第二章呢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三点 但是这三点呢 是描述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建立秩序跟功能呢 特别是应用在男女 神造男女的这个角度上 然后建立圣殿呢 是讲到伊甸园 是属于神的圣殿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主题 就是建立家庭 因为在创世纪的最后的结尾的部分 是讲到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样呢 他们是建立一个家庭 那这个部分呢 是创世纪第一章 比较没有很明显的提到的 但是却是二章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建立秩序跟功能 首先呢 神呢是先造男人 然后再造女人 所以神不是同一个时间 男女一起造 是有先后的这个次序 那这里呢 就是讲到 这个秩序的问题 先造男人 后造女人 那这个当中呢 是有它背后的一个意义 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地看下去 为什么神先造男人 后造女人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讲到功能 那昨天晚上我有提到 当神造每一件事物的时候呢 都是以功能为他的前提 所以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 也是有功能性的 就是要他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就是修理跟看守一点远 然后神呢 也是给亚当一个道德上面的界限 就是告诉他应该要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 但是只有那 杀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这个是神给亚当的一个律法 最后呢 就是神为亚当预备一个配偶 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背景 就是犹太人的父亲 有两个很大的功能 就是第一呢 他要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手艺 他可以工作 可以谋生的 那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父亲要为他的儿子 预备一个妻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创世纪》的二章 我们看到神好像是一个父亲 为他的儿子亚当 预备工作 为他预备婚姻 那怎么样看神是父亲呢 如果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三章最后一节 路加福音三章呢 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家谱 那这个角度是从耶稣是人子 这个角度 如果我们翻到最后 三章的最后一节 三十八节 这边呢 是讲到亚当是神的 什么 儿子 有没有看到 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创世纪》的二章 神跟亚当的关系 好像是父子的关系 那他是为他的儿子 神为他的儿子亚当 预备工作跟预备婚姻 那这一点 犹太人的父亲这两个功能 其实也是出现在真言里面 真言一到九章的这个父亲 也是教导他的儿子 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 那另外呢 就是要这个儿子呢 是远离淫妇 要娶一个智慧的妻子 所以这个整个是连贯的 就是父亲的职责 就是教导儿子 这个某生的技能 然后呢 就是预备婚姻 好 二章的一开始是这样子 创造天地的来历 那这边应该是希伯来文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 已经乱码的 所以这个是一些符号而已 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间的菜书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 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遍地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就是黄色的部分 重复地提到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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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留意到 还没有草木 还没有这个菜书长起来 还没有降雨 还没有人耕地 这一连串的还没有 代表说作者在写 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已经有这些事情了 是不是 所以他说那个时候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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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还没有之外呢 其实它是对应 巴比伦的创世纪 昨天晚上我们有讲过 巴比伦的创世纪 叫做 以努玛以利时 意思就是再高者 以努玛以利时 是巴比伦文 也就是创世 巴比伦的创世纪的 一开始的几个字 那在这个当中呢 他常常是提到 还没有 还没有 当天空还没有的时候 当地还没有的时候 当这个菜书还没有的时候 当众神还没有的时候 当名字还没有被宣告的时候 一连串的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创世纪二章 一开始讲到 这个创造的叙述文体呢 是对应巴比伦的这个创世纪 那在这里呢 是让当时熟悉 巴比伦创世纪的读者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神才是那真正的创造者 而不是巴比伦的神 所以创世纪的作者呢 是借用巴比伦的 这样的一个文学 来放在神的启示当中 那另外我要解释的呢 就是二章四节一开始说 创造天地的来历 来历这个字很重要 来历也可以翻译成后代 在创世纪的三十七章二节 是翻译成记略 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在整个创世纪的五十章里面 这个字 toad dot 是一共出现十一次 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二章的四节 中文是翻译成来历 创造天地 不能翻译成后代 是不是 人才会有后代 所以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中文都是翻译成后代 但是讲到创造天地的时候 中文是翻译成来历 但是记得这个来历呢 是有后代的意思 也就是二章四节一开始呢 是讲到创造天地的家谱 那这个家谱是带引号的 因为创造天地不可能有家谱 是用人的方式来理解 所以如果从分段做结构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字 十一个toad dot这个字 来把整个创世纪分成十一段 那第一段呢 就是从二章的四节这里开始 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 二章五节讲到神还没有降雨 短短的这一句 让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呢 就是雨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我不知道在纽西兰 是不是每天都在下雨 那起码我来的这两天都在下雨 希望下礼拜不会下雨 所以当下雨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但是其实在古京东的概念呢 下雨是好的 下雨是代表神的赐福 然后呢 他们认为雨呢 是属于神所掌管的 所以神还没有降雨 代表雨是属于神的这个范畴 那在这里又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古京东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暴风神 storm god 暴风雨神 或者叫风暴神 那风暴神呢 是负责降雨的神 在迦南地的人呢 他们的风暴神呢 就是巴黎 那在巴比伦呢 也是有他们的风暴神 所以我们看到 当创世纪二章五节说 神还没有降雨的时候 在这里呢 他是在宣告独神论 只有神降雨 这个神不是巴黎 这个神不是巴比伦的神 不是其他古京东 所敬拜的风暴神 而是神 神还没有降雨 也为创世纪六章 写下伏笔 创世纪六章是讲什么 创世纪六章 讲到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神保守了挪亚跟他一家 然后神呢 也是要挪亚去造 造什么 造方舟 那我们想一想 神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人类 那这个洪水呢 是从降雨来的 大家知道吧 这个雨降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呢 就变成洪水 那在创世纪的二章五节说 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降雨 在地上 代表说 直到创世纪六章 神才降雨 明白我意思吗 在创世纪二章的时候 神还没有降雨 因为到创世纪六章的时候 才提到神降雨 那这个雨变成洪水 那换句话说 当神告诉 或者说命令挪亚 去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 挪亚非常可能 是从来没有见过雨 那是要多大的信心 才愿意顺服神 是要建造方舟 并且这个方舟呢 会拯救挪亚他一家 所以这个创世纪的二章五节呢 是为着创世纪六章 是写下这样的一个伏笔 接下来呢 这个经文是讲到 没有人耕地 在作者写这句话的时候 代表他写的时候 已经有人在耕地了 所以在这里呢 这里是预示 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当人类犯罪之后 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后果 就是人呢 是要耕种这个土地 所以在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 这个他是指亚当 出伊甸远去 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所以当作者写 也没有人耕地的时候 代表是在人类犯罪之前 所发生的事 那也是遇事之后 因着犯罪 人要耕地这一回事 所以刚才所看到的二章 四到六节 是讲到还没有这一切 的时候的情形 然后到了二章七节呢 就是讲到神造亚当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在这里这个造字呢 不是创世纪一章一节 这个造 创世纪一章一节 是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个是神创造 在这里呢 作者是用了一个不同的造字 那英文呢 是可以翻译成form 形成或者是塑造 男人呢 是用尘土造成的 所以呢 是神好像是一个陶将 还是姚将 那个字应该怎么念呢 姚将还是陶将 姚将 好 是真的吗 陶将还是姚将 不太确定 好像两个声音都有 怎么办 陶将 姚将 应该是弄模子的 所以是陶吗 陶将 谢谢 所以神好像是一个陶将 然后把泥土呢 变成一个样式 形成一个样式 所以呢 就是变成亚当 那这个陶将呢 是出现在 以赛亚书的45章 跟耶利米书的18章 讲到神 就好像是这个陶将一样 把这个器皿 形成一个样子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我们在座所有的男人 都是神所塑造出来的 大家对自己 是不是会有 不一样的看法 你们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也是神所塑造出来的 一个样式 那这个字后来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创世纪的六章五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思想这个字 也就是这个造字 所以我们看到 思想呢 是在我们脑海当中 形成的一个 一个idea 一个东西 是不是 有一种形成塑造的意思 然后呢 神用泥土造人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有一个过程 然后呢 变成一个更具体的 一个形状 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玩过 这个东西 英文叫做Play-Doh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泥 一种泥 然后呢 可以把它弄成什么样子 它就变成一个样子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知道这是什么吧 所以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 也是像玩泥土一样 就是把它摸一摸摸 就变成一个样子 所以神呢 好像是一个陶匠 在这里 那亚当呢 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他是用尘土造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看到神呢 是将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 那这个生气呢 不是 不是 不是生气 不是生 对 就是不是生气 是生气 明白我意思吗 不是 广东话就是撈 不是那种生气 而是 就是生气 有生命的气 不是生气 是有生命的气 而在圣经当中呢 这个字呢 是指用在人的身上 所以呢 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这个生 有生命的这个气呢 气息呢 是代表着属灵的认知跟良知 是有其他 不只是这个 纯属肉体的 这个空气而已 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也有提到这个气 在约伯记的三十二章八节 这里说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 使人有聪明 那这个气是同一个字 所以西伯来文是 Nishmat 不是Ruach 是Nishmat 那另外一处经文呢 是在箴言的二十章二十七节 这里说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检察人的心腹 所以这个生气 是使到亚当 可以成为一个 有灵的活人 所以亚当构造的这个材料呢 是有两个材料 一个是物质上的 物质就是尘土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是属于灵性 然后灵魂上面的 就是这个生命的气息 所以亚当呢 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在传道书的十二章七节 那里说 尘土 仍归 地 灵仍归于 次灵的神 所以当人死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肉体 是会埋葬在土地下 但是这个灵呢 是归向神那里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 都是应该是两种成分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呢 是灵性的 物质的是会朽坏的 但是这个生气呢 是永存的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 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 我们是要抓紧机会 认识他 因为当我们肉体 失去的时候 我们这个灵 还是存在 但是这个灵 要去哪里呢 这个灵 是应该要回到神那里 所以我们要 还没有认识主的 要尽早地来认识他 有灵的活人 也代表说 亚当呢 是有能力来回应神 当神给他一个选择 道德上 灵性上的选择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来回应 所以他不是一个机械人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看到 神让亚当 有生命的气息 意思 也就是神给他 一个自由意志 让他可以做 道德上的选择 接下来 二章的八到九节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 好作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 和分别善恶的树 首先这个园子 我们看到呢 是一种是观所的园 它不是一个公园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入的 然后呢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那这个安置呢 本身呢是放的意思 安置就是放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神先造亚当 然后呢 才把他放到伊甸园里面 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造亚当 但是这个安置呢 是代表是后来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在八节这里呢 不代表说 神先造亚当 后造伊甸园 因为记得 在创世纪二章 他所描述的这个创造 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 而是按着主体 接着 第九节讲到这个树 这个树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呢 是从地里面长出来 是神使它们长出来的 那第二呢 这些树呢 是好看 悦人的眼目 第三呢 就是它是好吃 因为树上呢 有果子 今天有机会 看到在 纽西兰一些地方 很美的地方 然后呢 是看到很多绿色的 然后有看到很多的树 然后就想说 纽西兰其实很像伊甸园 有这种感觉 有树的地方 就是很美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呢 是特别提到 在这个伊甸园当中的中间 有两棵树 一棵呢 是生命树 另外一棵呢 是分别善恶树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棵树 我们先看这个画家的图画 美不美 在纽西兰会看到这样的地方吗 会 所以纽西兰也是伊甸园 有一点山 有一点山 哇 好美哦 那这是另外一幅画家画的图画 在这个当中呢 是有男女 然后有动物 有树木 然后有水 这个不像纽西兰吧 因为我们都有穿衣服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就是中文字 圆 大家知道这个字很奇妙 首先呢 这个圆字的里面呢 有土 那亚当呢 是用泥土造成的 有口 代表可以吃 最后那个圆呢 代表是一个观索的圆 所以是跟这个圆子 《创世纪》二章的八节 这个圆子是同样的 有个框框 然后呢 有个人在里面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设计圆这个字的人 会有这么多的巧合 跟伊甸园里面 那很可能在设计中文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是已经认识了 圣经的启示 也有可能是神 给他们直接的一个启示 所以这个园子呢 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在伊甸园当中 有两棵树 一棵呢 是生命树 那这棵树 比较没有争议性 这个生命树呢 就是吃了它的果子 这个人呢 会永远地活着 那这个树 就是 大部分呢 是没有其他的一个意思 在创世纪的三章22节 讲到耶和华 这是人已经犯罪之后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 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有没有看到 当摘了生命树上的果子 可以永远地活着 那为什么神没有让 这个亚当 摘这个果子吃呢 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解释 就是在这个时候 亚当已经犯了罪 神不要亚当 永远地活在罪里面 那二章七节 是启示录的地方 也有提到生命树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那这个乐园 其实也是反映伊甸园 因为伊甸的意思 就是乐园 生命树吃了 会永远地活着 比较有争议性的是 这个分别善恶树 但是在原文 是没有分别这个字 所以直接的翻译呢 应该是叫做 善恶知识树 善恶知识树 那到底这个树的 特质是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神把这棵树 放在伊甸园里面 如果神不把这棵树 放在那里 我们可能今天的命运 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树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树 那有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解释呢 真的就是说 它会分别善跟恶 当人吃了之后呢 就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所以是指道德上的 一种分别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 善跟恶是代表两个极端 就好像神创造天跟地 天跟地呢是极端 善跟恶是一个极端 那这个极端的意思就是 当神创造天地 代表神创造所有 那善跟恶呢 这两个极端 代表所有的知识 所以就是全知 吃了这棵树呢 就什么都知道了 那另外一个论点呢 是讲到 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 就会明白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是跟全知呢 是有重叠的地方 明白神的律法 另外一个解释 是从情感上来讲 人的喜怒哀乐 当人吃了这个 上那个树上的果子 他会知道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悲哀 所以是属于肉体上的善恶 而不是道德上的善恶 当亚当跟夏娃 吃了这树上的果子 他们看到的是 自己赤身露体 然后他们觉得羞耻 所以也有人认为 这个善恶知识树呢 是代表性方面的知识 因为看到自己是赤裸的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这个善恶知识树呢 是一种属神的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呢 是只有神才可以有 而不适用于人的身上 那我自己呢 是倾向于最后 这样的一个解释 其实善恶知识树是 神不愿意忍吃的 因为当人吃的话呢 这个后果呢 是对人不好的 而这个结果 从创世纪的三章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当亚当夏娃 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对他们的结果 是好还是不好 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善恶知识树呢 是对人不好的 这是属于神的范畴的一个特质 我们不能说它是属神的智慧 但是它是属于神的 神的范畴 而不是属于人的 人吃了就会不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旧约的线索 就是在三章的时候 蛇跟女人在对话当中 他讲到 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 会使人的眼睛打开 就会知道像神一样 知道善恶 这个讲法正确吗 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 眼睛会打开 这个是正确的 对不对 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他们的眼睛是打开了 但是他们打开之后呢 他们不是像神 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他们眼睛打开之后呢 是看到自己的羞耻 那这一点呢 是神不愿意 他们所看到的 因为他们本身呢 本身赤裸的时候呢 是不觉得羞耻 是眼睛打开之后 才觉得羞耻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讲到 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 对人是不好的 那这一点 我们是可以肯定 所以另外一个 接着的问题呢 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这棵 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 是要引诱亚当吗 还是要试验亚当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你们说呢 是为了要试验他 你们说神喜不喜欢试验人 其实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例子 讲到神是试验人 对不对 神试验人心 然后呢 神试验亚伯 拉罕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善恶树摆在那里 是要试验亚当 看他是否愿意 自愿地来顺服神的命令 那这个试验呢 也是给亚当一个机会 来做一个选择 也代表说神是让 造亚当的时候 是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而这个完全的意思 就是给他一个自由意志 他可以去选择顺服神 或者是违背神 那这个结果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就是亚当呢 是选择违背神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二章的 十到十四节 在这里呢 是讲到河流 那这个河流呢 是分成四道 有河从一天流出来 滋润那原子 所以这个原子 记得有很多的树木 树木呢 是需要水 才可以生长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还没有降雨 所以这边呢 去解释 为什么这些树呢 仍然是可以生长 因为呢 在这个伊甸呢 是有河流出来 从那里分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逊 就是环绕哈费拉全地的 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 原来有坏金子 我是不是看错了 没有 金子是好的 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 就是环绕古石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 留在亚树的东边 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 在这四道河流当中 有两道河流 我们是确定知道 它们的地理位置 是哪两道 后面讲的那两道河 第三道跟第四道河 它们就是在两河流域的地方 也就是在今天伊拉克的地方 这两道是确定的 那有人认为呢 这一个呢是比逊 那这一个呢是另外的 另外那个叫什么 比逊还有基逊 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整个伊甸园是 就是在当时古近东的 中东的这一带 但是也有另外的一幅图呢 是讲到 这个是两河流域 然后古石呢是在非洲这里 这个是哈 哈菲拉在这里 有人认为是在更下到这边 所以其他两个河流呢 是不太确定到底在哪里 所提到的这四道河流 我们只确定其中的两道 就是在现今伊拉克这个地带 另外两个呢 我们不太确定 这四道河流代表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他要告诉我们 这四道河流 它是出在同一个来源 那这个来源就是伊甸 那在这里呢是有一个重要性的 好 等一下我就会 讲到这个重要性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河流 其实呢它不是平地 因为在平的话呢 它很难分四道 所以呢这个河流呢 这个伊甸园呢 应该是在山上的 从山上有水流下来 向四面流下来 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 伊甸园有可能是在山上 然后河流呢 就顺着这个山流下来 流出四道 有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如果不是山的话 在平地它怎么 那个水不会流的四道 流的这么明显 除非你是有挖四道 这个那个叫什么隧道 不是隧道 水沟 那为什么说伊甸园 是非常可能有在山上呢 因为圣殿呢 通常都是在山上 而伊甸园呢 是属于神的圣殿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伊甸呢 是在这个圣山上面 那这个河水 是代表丰富跟生命 所以亚当所住的地方呢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 神为他所预备的 是一个完美的环境 而之后我们看到 有神的出现 所以呢 伊甸园呢 也是神的家 是他微观的家 宏观的家呢 就是他所创造这个世界 昨天我们讲过的 而微观的家呢 就是这个伊甸园 那另外一个 让我们可以看到 伊甸园是属于神的圣殿呢 就是我们看到 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有提到 在圣殿里面 是有河水流出来的 在启示录当中 讲到末后的圣殿 启示录的21章里面呢 是有讲到 末后的圣殿呢 是有很多的珠宝 那刚才我们有看到 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 是有金子 然后呢有珍珠 有红玛瑙 在最后的圣殿当中呢 也是有金子 然后呢 是有红玛瑙 所以启示录的21章 18到21节 这边呢就是有提到 在末后的这个圣殿 也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当中 就是有许多这样的珠宝 然后22章呢是讲到 天使又指示 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圣殿呢是由水流出来的 那这个观念在整个古近东 在圣经的启示呢 都是一致的 所以伊甸由水流出来 代表伊甸呢 也是有着神的宝座 那另外一处经文呢 是出现在伊西节书的47章 这边呢是讲到 在伊西节所看到的 这个末后的圣殿当中 也是由水流出来 好 等我来念一下 伊西节七章第一节 他带我回到殿门 见殿的门坎下 由水往东流出 这水从干下 由殿的右边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那接着如果我们看下去 这个伊西节书47章 讲到这个水 所流之处呢 就会带来医治 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水 是活水 是从神的宝座 圣殿留下来 如果我们再看 伊西节书的28章 这边呢是有讲到伊甸园 为神的殿 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经文 就是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 就是红宝石 然后呢讲到有红玛瑙 然后又讲到黄金 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 在圣殿里面呢 是有神的同在 有珠宝 然后有水流 那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 伊甸围圣殿的这个观念呢 就是在第三章的部分 当神把亚当夏娃 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 这个方向呢 是在东面 在三章的24节 这里说 于是他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禄伯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箭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伊甸园呢 是有个出口 而这个出口呢 是在东面 那这一点呢 也是符合圣殿的这个地理 因为在以西节书的十章 如果我们看那里 就是讲到神的荣耀 是从东门离开圣殿 然后到了四十三章的时候 讲到末后的圣殿当中 神的荣耀呢 是从东门回来 所以伊甸为神的圣殿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从以西节书 从启示录 都是有一致的 另外呢 就是讲到这个基禄伯 刚才有提到 就是在伊甸园当中 有基禄伯把守这个入口 那基禄伯呢 也是出现在会幕 还有圣殿建造的 这个装饰当中 所以基禄伯就是天使 所以我们看到 伊甸园是圣殿 也就是会幕 也就是神的这个圣所 所以昨天我们有提到 圣殿呢 其实是一个小 小世界 是个 整个世界是从宏观来看 是神的圣所 而圣殿 伊甸园是从微观来看 是属于神的圣所 所以刚才有提到 以西节书28章 讲到 讲到伊甸园里面的状况 有很多的珠宝 然后呢 有红玛瑙 然后最后呢 是十四节说 你是那瘦高 遮掩约柜的 基禄伯 我将你安置在 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 宝石中间往来 所以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我将你安置在 神的圣山上 平行你曾在 伊甸园中 代表说伊甸园是在哪里 是在圣山上 所以那个水才会从圣山上往下流 所以伊甸是神的点 需要消化一下吗 如果大家有时间多看诗篇 特别是西安 有关于西安的诗篇 在当中你会发现 很多圣殿 然后讲到水流 然后呢 是讲到山 圣山 这几个观念是合在一起的 多看诗篇 那这边是一个例子 诗篇48篇的一到三节 这里说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该受大赞美 西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 讲到圣山 讲到神的城 其实就是神的殿 就是西安山 也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是圣殿所在之地 而耶路撒冷就是在山的高处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 少数牧师去过 我们可以把去以色列 放在我们今生今世的一个愿望 身为基督徒 我们要至少去一次 以色列 当我们看到 因为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对圣经会更有感觉 我们会每次看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是有那个 image 那个形象出来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 是非常的真实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去过以色列的 我们知道这个 耶路撒冷是在地平线的比较高处 所以当我们看诗篇讲到上行诗的时候 就是上去耶路撒冷敬拜 因为耶路撒冷是要上去的 它是在地的高处 而圣殿就是在这个圣山上 好不好 给大家一个愿望 今生的一个愿望 就是去一趟以色列 这里呢 就是现在的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东门 那这个东门呢 已经是封锁的 在16 我忘了16多少年的时候 被回教徒封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以色列的 四十三章那里 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呢 会再次从东门进来 所以他们不要神 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神进来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东门封住 所以在这里也蛮好笑的 就是他们以为神呢 是要用门才能进来的 对不对 其实神呢 是可以无所不在的 不需要门打开 让他进来 所以这个是现在在 在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圣殿的这个东门 好 所以刚才讲了这么多呢 是讲到一天呢 其实是属于神的圣殿 如果大家还没有被说服的话 就多看圣经 多看圣经 然后从这个方向去思想 你会看到很多的线索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 耶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这里呢 就是讲到神造亚当的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他修理跟看守伊甸园 在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 其实漏掉了一个字 在英文的翻译当中 我们看到在神 当神把这个纳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之前呢 神仙做了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呢 就是神把他拿起来 然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 拿起来这个举动 在中文的翻译呢 是漏掉了 英文就是保持着 God took the man took 把他拿起来 也就是说 亚当呢 本来是在别的地方 记得吗 在形容神造亚当的时候 是先提到他造亚当 然后再提到这个伊甸园 所以神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造亚当 然后把他拿起来 放到伊甸园这里 所以这个举动呢 也让我联想到 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不是在这边出生的吧 应该没有人在这里出生吧 对吗 我讲的对吗 这里的意思就是纽西兰 我们都是在别的地方出生 对不对 然后神把我们拿起来 放在这里 是不是 也可能神把你们拿起来 放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现在在这个时刻 把你们放在这里 所以神是一个拿起来 跟放下的人 如果我们是顺服神的 引导跟旨意的话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 就是把我们 拿起来放下来 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都没有想到 我们今天 竟然会在纽西兰 但是也很奇妙呢 就是 我是在北京出生 然后呢 后来到香港 然后 念大学的时候呢 就到美国 那我是在美国信主的 所以我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感觉 就是神把我从香港拿出来 拿起来 把我放到美国那里 让我可以认识他 所以他把我安置在美国 如果我一直留在香港 我不一定会认识主耶稣 到了美国 因为很多的空间 然后很不一样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美国 对我最大的意义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认识了主耶稣 我们接下来看呢 就是这个安置 有休息的意思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清楚 神把我们安置在哪里 我们就可以休息 在神的旨意当中 美不美 如果你还觉得不安定 可能你现在想去别的地方 那代表说 你没有真正的那个休息 因为你还是 unsettled 想去别的地方 那这个休息 代表是休息在神的旨意里面 然后这个修理 不是修理这么简单 在希伯来文修理 avad 这个字呢 是有 它的意思本身呢 是顺服 但是这个意思呢 也是服侍 也是敬拜 所以在希伯来文 服侍就是敬拜 敬拜就是服侍 那中文是把它翻译成 修理 英文的翻译是serve serve 就是服侍嘛 所以记得就是说 这个修理呢 是借着修理这个举动 来服侍神 而不是真的只是在修理而已 亚当所做的是服侍 服侍的对象 是借着服侍 伊甸园 来服侍神 所以这个道理也是 我们今天可以是借着 我们的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工作 来服侍神 因为这个本身 这个服侍 就是 就是serve 然后呢 也是敬拜的意思 看守 就是 英文就是keep avard 应该是shamar 那这个字呢 也是保守跟遵守的意思 这个字就是常常用在 神要劝诫人 要遵守他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 修理跟看守 并不只是工作而已 是带着属灵的意义 当我们把我们的工作 看成是服侍神的方式 并且遵守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在敬拜神 从这个角度来看 工作就是敬拜 在这个当中 当神要亚当 修理看守伊甸园的时候 其实亚当 就好像是一个祭司一样 因为这个 我刚刚讲到 这个修理这个字 服侍跟看守 常常在摩西五经当中 都是用在祭司的身上 他们是要服侍神 然后他们呢 是要遵守保守 神的话语 然后伊甸呢 就是神的圣殿 亚当呢 就是在这个圣殿当中 来敬拜神 来服侍神 所以工作和侍奉 在西伯来人的观念呢 是分不开的 因为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serve 所以在西伯来人的观念呢 是没有圣公跟反公之分 而是心态的分别 我们今天如果每一个人的心态 都是以我们的工作 以我们的职业 来服侍神 我们就是在敬拜神 所以我们来思想 这一节经文 神呢是把我们拿起来 跟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 这样的一个神 那另外呢 就是神把我们 所安置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记得这个休息的意思 是休息在神的旨意当中 那神所安置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让我们是服侍祂的地方 跟遵守祂话语的地方 所以我对大家的问题就是 今天神把你安置在哪里 有什么样的目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 以我们的工作来侍奉神 来敬拜祂 接着我们看十六跟十七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是那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这里呢 神是给亚当一个很明确的命令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你可以做的呢 我们看到是强调 神供应的丰富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这个各样可以翻译成所有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 好不好 太好了 在美国有句话叫做 All you can eat 纽西兰有没有这句话 也有一样 对不对 伊甸圆这个水果 就是All you can eat 多好 但是呢 特别提到这个 只是分别善了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所有的都可以吃 只有一个不可以吃 但是偏偏 亚当跟夏娃就是要吃这一个 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说到不要 你可以做这些 不要做这个 就会引起人的好奇心 人就是要偏偏地 吃那个不要的 那在这里呢 我是highlight了两个黄色的部分 一个是随意吃 一个是必定死 我解释一下 在希伯来文当中 他用的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吃 直接翻译呢 是吃你吃 所以在原文呢 他是重复了两次 这个吃这个动词 那中文呢 就是把它翻译成随意吃 讲到必定死的时候呢 在原文呢 直译呢 直接的翻译 就是死 你死 所以中文呢 是把它翻译成 必定死 所以当亚当听到神的命令 是非常清楚的 吃你吃 如果你吃了这个 分别树上的果子呢 死你死 重复 重复两次吃 重复两次死 那在这里呢 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到了蛇跟女人 对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两节经文 就非常的有关键性 所以这个是要等到 明天晚上 但是请大家记得 这两节 讲到随意吃 跟必定死的时候 在原文的方式 是重复两次 这个动词 可以记得吗 这个是跟第三章 非常有关系 所以随意吃 代表神丰富的供应 必定死 代表神惩罚的必定性 最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讲到神造女人 二章的十八节 这里开始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那这个独居呢 不代表独自一个人的居住 而是代表那个人 独自一个人不好 英文就是alone 一个人 一个人不好的意思 不是说一个人自己住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一个人不好 那为什么不好呢 我问问大家 为什么神说那人 一个人不好 独自一个人不好 为什么 你跟旁边的人讲好了 大家好像不太 跟旁边的人讲 好 这个答案呢 是跟夏文有关系的 看有谁答中 还是大家现在要答案 我刚刚有听到说 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他没有办 有多少人认为 是这个答案的 举下手 很孤单 很孤独 没有很多人举手 那其他人认为 是什么 是什么答案 听不太清楚 好 就给大家答案了 这个答案呢 就是 一个人独居不好 记得独自一人不好 因为一个人不能生孩子 有没有这样想过 记不记得创世纪二章 最后是什么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不只是一种夫妻的关系 而是要他们可以生养众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解释 是合乎夏文的 因为夏文呢 是讲到 这个夫妻的结合 是他们可以生养 那这个生养呢 是回应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所说的 神呢 是造人 造男造女 然后呢 是要他们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所以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一个人不能生孩子 他需要一个配偶 帮助他 帮助他什么 从夏文来看 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相信 帮助的层面 不只是生孩子而已 但是一个男人 是绝对不可以生孩子的 对不对 是需要他妻子的帮助 好 接着呢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的空中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 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神呢 是先看到这个男人 独自一人不好 神呢 就是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 那这个配偶的意思 就是与他相配的 所以中文翻译的非常好 就是配偶 与他相配的 然后接着呢 就是给 接着的经文呢 不是讲到神就造了女人 对不对 接着的经文呢 反而是神把这些动物 带到亚当面前 好像是神在 英文有句话叫tease 在中文怎么说呢 在tease他 有点跟他开玩笑 有点跟他开玩笑 所以当亚当看到动物的时候 哦 看到这个 我今天有看到鸡 灰色的鸡 看到公鸡 母鸡 在他面前 公羊 母羊 公牛 母牛 公猴子 母猴子 他叫什么 那个动物就是什么样的名字 所以这里呢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用什么语言 应该不是用中文吧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叫字呢 就是跟称是同一个字 那这个称字就是在一章所出现的 神称日为昼 称暗为夜 神称 在这里呢是亚当称 所以在这里呢 亚当已经成绩了神的这个创造 在创造的这个 这个位分的这个主权 本来是神称 现在是亚当称 所以神呢 是给亚当这个权柄 是在动物之上 然后接着呢 经文呢是讲到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 原本是找到配偶帮助他 所以当神把这些动物 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 就是在跟他开玩笑 要他在动物当中 是否有看到一个与他相配的 但是结果呢 亚当是没有看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神开始工作 就是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我们看到在这里 神使他沉睡 神呢是好像是一个什么 麻醉师使他沉睡 然后呢 取下一个肋骨 然后把他肉合起来 神像什么 外科石 或者是做手术的 神很奇妙 是不是 好 接着解释一下帮助者 这个帮助者呢 他不代表是一个下等的意思 首先是谁发现亚当 需要一个帮助者呢 是神 不是亚当 所以神呢 是为他预备 那为什么说这个帮助者的意思 不是下等 因为神也是人的帮助者 在诗篇的一百二十一篇 一开始讲到 我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 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有没有看到 神是我们的帮助者 难道神比我们下等吗 所以帮助不代表是下等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亚当已经是完全完美的 就不需要一个帮助者了 就是因为他有不足不够的地方 所以神呢 为他建造了一个帮助者 那这个不完美之处在哪里 刚才有提到 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自一个人不好 因为他一个人不能生孩子 有没有看到 所以神本身创造人类的时候 当他造亚当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想到要造夏娃了 夏娃不是一个 后来才想到的 所以神呢 就造了一个配偶给他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呢 为什么神不一起造他们呢 跟你旁边的人说好了 如果神同时造男造女的话 亚当就不会觉得他有需要 是不是 神先让亚当独生一段时间 也让他意识到他的需要 然后当夏娃出现的时候 亚当会更加地珍惜他 那接着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 这个夏娃的创造呢 虽然是在亚当之后 但是不代表是神后来才想到 要造夏娃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 就要他们生养众多 所以神本身的意愿呢 已经是要男女的结合 然后才会有后代 如果我们看人身体的构造 男女身体构造的不一样 我们就知道说 当神造亚当的时候 已经想到要造夏娃了 我还需要再讲明白一点吗 希望我不知道怎么再讲明白一点了 好 亚当为动物命名 这边刚刚提过了 二章二十二节 就是讲到神造女人 在这里呢 这个造字呢 是跟神造亚当的造字 是不一样的 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创造是Bara 然后创世纪二章七节 神造亚当呢 是亚撒尔 是塑造的意思 在这里这个造字呢 是建造的意思 通常这个建造呢 是用在建筑物当中 造成一个建造物 建筑物 那这个建造呢 也是用在建立家庭 建立家世 所以当神造女人的时候 希伯来文这个字呢 是用神建造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建造呢 也是带着设计的意思 所以我本人是有偏见的 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认为女人呢 神造的呢 是比男人更加的美丽 因为是更加的精细 所用的字是用建造 泥土呢 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建造呢 是需要一些心机去设计 把它变成一个建筑物的 所以女人比较漂亮 好 接着呢 在这里神像是一个建筑师 刚才讲到神造男人的时候 神像是什么 陶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男女的地位是平等 都是神造的 都是有着神的形象 但是他们次序是有分别 然后呢 材料是有分别 所以男人跟女人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我们结婚的夫妻 我想都应该很清楚 思想方式 表达方式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当这个男人 看到女人的时候 他第一句所说的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一句是像一种 像一句诗一样 而在这个当中呢 它中文呢 是漏掉一个翻译 这个翻译呢 就是 这个 这一次 英文可以说 Oh finally At last 意思就是说 神啊 你终于做对了 你终于造对了 因为之前 在动物当中 亚当没有看到一个 配偶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当神把这个女人 带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说 Oh 神 你做对了 You were right this time 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亚当呢 就是称她为女人 那称呢 是代表主权 所以呢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而女人跟男人 在希伯来文呢 是同样的字根 代表他们是平等的 只是他们的性别不一样 一个女人叫做以沙 男人叫做意识 所以只是那个 后面那个啊 那个阴性的字位 不一样而已 我们说一下好了 以沙 意识 在这个当中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二章的十八节 是讲到 神看见那人 独居不好 到了二十二章呢 二十二节呢 神呢 就造了女人 那中间呢 夹着就是动物 那这个动物呢 是神跟 这个亚当开个玩笑 让他去找配偶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配偶终于出现了 所以这个神呢 就好像是这个 我刚刚有幅图画 就是有个电影叫做 Father of the Bride 好 不要回去好了 就是当神把这个女人 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就是好像婚礼当中 我不知道在纽西兰的婚礼 是不是这样 就是父亲站在前面 然后新娘的父亲 跟新娘的父亲 跟新娘一起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 是把她的女儿 交给新郎 这边也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把这一幕 放到刚才所看到 神 看哪一节 二十二节这里 耶和华神 就用那人身上 索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 像不像一个婚礼 所以神就好像是 这个新娘的父亲 把她领到亚当的面前 把她交给她 然后神呢 就退到幕后了 所以最后这几节呢 就没有提到神 最后这几节呢 就是提到这个男跟女 也就是亚当跟夏娃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我们当中的丈夫 一个作业或者功课 就是写一句诗给你的太太 好不好 写一句诗给你的太太 不要抄亚当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你自己做一句诗给你的太太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的两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那在这里的离开呢 其实原文用的字呢 是非常的严重 它是用离弃 abandon 离弃 在这里呢不代表 我们华人听到 好像怎么圣经有这样的经文 那其实这个意思呢 不代表是 在地理上这种离开 而是在情感上 当一个男人结婚后呢 要做一个选择 当一个男人结婚后 他的优先权第一呢 要是他的妻子 其接着呢 才是父母 那如果这个优先权 没有分清楚的话呢 会带出许多家庭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 在这个家庭上面的一个教导 当男人离开 结婚之后 是要以妻子为最重要 那接着呢 才是父母 所以这个不是代表 完全的这种脱离 跟这种离开 是情感的一种分隔 然后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说 是一个建立这个婚姻跟家庭 而这里呢 也可以说 就是整个创世纪二章 要带出的一个重点 那顺便提一下 就是在雅各里面呢 我们看到当中呢 是有男人跟女人 有个夫妻 他们是赤身露体 但是不觉得羞耻 所以在雅各当中呢 他是恢复了 在伊甸园当中 这个起初的爱 就是当时二人赤身露体 但不觉得羞耻 好 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联合 是谁的责任 因此 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个人 在原文特别讲的是意识 就是男人 男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所以联合是男人的责任 在整个创世纪的第二章呢 我们看到这个男人呢 是一个领袖 男人呢 是为女人命名字 然后呢 这个男人呢 是为动物命名字 男人呢 是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有没有看到 男人是这个主角 男人是这个领袖 那个妻子呢 是配合着她 昨天我们有讲到 创世纪一章的高峰 是安息日 而不是神造人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创世纪二章的角度 这个高峰是女人 我们也可以引申说 创世纪二章的高峰 是婚姻 或者是家庭 因为当神造女人 这个目的 就是要成为男人的妻子 跟她在一起 建立这个家庭 然后呢 是生养众多 那这里呢 就是回应 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 讲到神造人类 赐福给他们 要他们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所以一 一章跟二章在这里呢 就成为一个连结 最后的结论 伊甸为圣殿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圣殿是神所在的地方 所以伊甸是圣殿 我们今天其实都是要走向 那最后的那个伊甸 新的伊甸 也就是启示录 最后神人同在的那个境界 那第二点呢 就是亚当呢 是祭司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每个人的职份上 其实我们也都是 有祭司的职份 我们每个人 在我们的刚位上 也都是要服侍神 以我们的工作 来侍奉神 来敬拜他 另外呢 就是男女有别 所以呢 我们要更加增加 对两性的知识 建立我们夫妻的关系 然后呢 是建立一个家庭的关系 那最后呢 就是讲到 女人是创造的高峰 那今天最后 给大家的应用呢 就是回家之后 要好好的爱妻子 回家之后呢 不仅是要造一句诗给她 一定要说我爱你 好不好 女人是创造的高峰 没有她 就没有了后代 所以呢 男人要爱妻子 这个是合乎圣经的 因为到了以福所书的时候 就是用创世纪的 末后的这个 二十四二十五节 讲到 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 而当男人丈夫 知道怎么样爱妻子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体会 基督如何的爱教会 今天二章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时间 是Q&A的时间 李牧师要不要再 讲一下怎么样 那现在有十分钟 大概十分钟左右 请丁几妹可以 勇敢的 就开放的问题了 每一位 请请 你好 我听你那个 讲到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 您说这个 就是神 就是神那个 降雨的那个时候 您说这里涉及到 提到那个巴黎 说是迦南的 说巴黎是迦南的 风暴神 风暴神 然后您给的例子 是猎庞纪上 十八章 那边是降火 对不对 对那边是降火 对那个例子 我主要不是讲降火 而是讲到 它有四百五十个先知 所以代表说 它有很多的跟随者 我想找到那个连结 是这样 但是它在古今东 它是一个风暴神 因为有很多的 这个考古 看到它的相片 它是带着一个 lightning bolt 就是会闪电 下雨的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好 谢谢 老师昨天 一开始讲 那个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 因为我也很多人来问 就是恐龙的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 你不是第一个 问这个问题的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那个黄牧师 也是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你的问题是 恐龙怎样 对就是 因为很多年轻人 就在很大 你知道有很多 那在军事的年轻后 是在哪里 最好恐龙 如果恐龙是属于 地上的动物的时候 它是神地六天的创造 对不对 如果它是属于 有海里面的恐龙 那它就是在 一章二十一节里面 讲的 这个 对 所以你的问题是 哪一天 它是被恐龙被造吗 还是 到底 有没有恐龙 我们看到很多的 恐龙的相片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化石 那就是有了 对不对 如果你的问题是 有没有恐龙 那就是有 但是 对哦 昨天我忘了讲 就是创世纪一章 所讲的这个创造 是一个选择性的创造 它不是什么创造都讲 它没有讲到 天使怎么样创造 那另外呢 就是在一节 创世纪一章的一节 跟二节当中呢 有可能是有一个空间 因为我提到就是 二节这个地 前面呢 在原文有一个分离词 那这边分离词的意思 就是跟第一节呢 是没有直接的关 没有 所以第一章没有提到天使 所以代表说 第一章是选择性的 介绍神的创造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不要问太难啊 牧师 老师刚才讲到生气 生气 不是你讲生气 二章七节 生命的气 我会生你气 那么请问老师 对这个三元论 二元论 就是灵魂体的那个看法 是怎么样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七节 生气就 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 我想听一听老师 对这个灵魂体的 很好的问题 就是在第一 没有 在第二章的七节 讲到有灵的活人 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 这个灵呢 是代表亚当呢 是有道德上的 这个自由意志 可以回应神 那这个部分呢 是跟 人的意志 然后呢 选择 然后呢 灵魂有关系 所以 二章七节讲的是二元论 对不对 是二元论 对 把灵跟魂是合在一起 没有分开 但是有其他的经文呢 是三元论 灵魂体呢 是分开的 只能这样回答 问题的话 先坐上来 我们省一点七天 要排队 就是我有一个 这两个礼拜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正好今天碰到博士 想问一下 就是我以前一直有在想说 Baptize是用水的 然后生命起源是用水的 刚才您做报告的时候 也提到有很多 包括就是四条河流 然后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包括洪水之类的 所以就是水这个在圣经或者是说在就是我们整个理论体系里面是是怎么去理解 或者说它的一个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 很大 我简单的就是回答 就是 对 这个问题很大 就是水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圣经当中呢 水可以分成正面的意思跟负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呢 是代表活水 代表生命 代表滋润 负面的意思呢 就是洪水 代表毁灭 代表审判 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水 我们看到有很多 比如说过红海 以色列人过红海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以色列人呢是 在过红海的时候就好像是属灵上的这个 Baptized Being Baptized 在过红海当中 所以我相信 禁礼 我个人认为 比较符合圣经的是整个人在水里面 然后再生出来 那我 我并不反对点水里 如果我们当中有其他宗派的话 但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是 整个进去 代表死亡 然后 然后 生出来 这样 那这一点呢 也是符合创世纪的 第三天的创造 就是 当时是全部是 海 然后神让那个陆地出来 陆地本来是埋在海里面的 让它出来 所以这里呢是有 有人认为第三天的创造呢 就好像是耶稣第三天死而复活 有没有看到 第三天的创造 露出干地 就好像耶稣在第三天 从死里面复活 从水中这样子出来 您刚才解释完了以后 就是那水是被创造的 还是本来就有的 还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属性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的时候 它是第二节说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没有讲到神造渊面 然后呢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没有提到神造水 而这个部分是跟巴比伦的创世纪呢 是有 相似的地方 因为在巴比伦的创世纪当中呢 那个水是一种神 水也是神 是一种神 所以呢 我只能说创世纪一章 没有提到谁造水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 神创造天地 天地的意思不代表 只是天跟地 是代表所有 那也包含着水 嗯哼 是我所说问你 我所说问你 刚才我听到 一方面我们刚才讲到 一开始神创造 嗯哼 然后后来我们讲到一个题目就是 啊 一个人不能生育 生育 是吧 生孩子 那 其实我在想 是不是在圣经里面 创造跟生孩子 生育 这个两个之间是有不同的吗 有不同 啊 这是那个意义上有点不同 嗯 有相同也有不同 神创造就是 呃 带出新的东西 对不对 啊 当人生育的时候 也是人在创造 所以英文是说 神创造就是creation 人创造呢 是procreation 对不对 随时有相似的地方 那当然不同的地方就是 神造人 然后人造 人造人 那这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神 当初创造的一个心意 嗯 所以有重叠的意思 也是有不一样的 嗯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当亚当和上帝对话的时候 是用什么语言 西伯来语中文 我猜是西伯来文 西伯来文 我猜是西伯来文 对 我有偏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伊甸园不是一个实体的 一个花园 对不对 是 就是上帝的同在 是不是 两种可能性都有 在创世纪二章所描述的是一个 实在的 花园 一个观所的园 但是呢 也可以寓意来解释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是两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当人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 就是离开 不是实际那个地方 还是 是 实职的地方 实职的地方 对 OK 好 谢谢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谢博士您好 因为我一直常听您提到那个 巴比伦的《创世纪》 但是我这么幸述以来 第一次听到 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就是 摩西在 就相传是摩西 大概在西元前1400年 那感觉上您在提到巴比伦的《创世纪》好像是在这个之前 那可不可以知道就是大概是成书在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很难确定 其实很早 很早 在三千年以前就有了 三千年以前 对 公元前的三千年 最早的记录是这样 然后它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是比创世纪 比我们所熟悉的《创世纪》要早很多 也代表说 也代表说当时的读者 第一匹的读者 他们是熟悉这个巴比伦的《创世纪》 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渴慕 也更加因着 认识你 更加的敬畏你 来服侍你 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之处 让我们可以经历你 可以看见你 我们散去的脚步 求主保守 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睡眠 明天有美好的敬拜 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丈夫 可以更爱我们的妻子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